今天東亮可以拿到醫學博士 也是我們家的光榮 我們都很高興 去年才卷入星光經營權大戰 現在吳東進又惹上不小麻煩 檢調接戶情資 星光人壽2022年 在新版傑士寶不動產機興建過程 疑似涉及工程經費灌水弊端 11號檢房指揮調查局 包含吳東進 以及經手該投資案的相關人等 一共16人都被依涉犯保險法 約談偵辦 這次被檢調盯上的傑士寶園區 其實早就不是第一次出包 去年就曾因為出租交易 以違反多項缺失 被金管會開罰300萬 而檢調這回有動作 恐怕也和上一回裁罰案件有關 不排除是針對同一案重啟調查 對此星光經營公司 也帶此公司星光人壽公告 依法配合搜索調查程序 對公司財務沒有影響 本次搜索也與公司營運無關 只是星光前董作遭到檢調約台 也為金融圈投下巨大震撼彈 三星和橫木族有頭 謝謝報導